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她的故事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 她就是西西公主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介绍一部关于西西公主的经典的老电影 那就是奥地利于1955年拍摄的德语电影《西西公主》三部曲 1988年上海电影《一支片场》引进了这部电影 一时间中国观众被这个美丽活泼明媚可人的巴法利亚公主所倾倒 并惊艳于精心制作的华美的服饰和绚烂的奥地利风光 二战之后德奥人民陷入了长久的伤痛 为了治愈人们的精神创伤 著名的奥地利编剧叫美里斯加卡 亲自担任编剧和导演制作了这部《西西公主》三部曲 影片充满了令人蓬富的幽默 浪漫的爱情 精美的服饰和考旧的场景 每一帧画面都像是一幅美轮美奂的油画 带给人极大的美感和愉悦 因此这部治愈型的电影自诞生之后 近70年来一直都是欧洲的德语系观众 乃至匈牙利亚 包括意大利的观众 每年的圣诞节都必看的影片 而且加上这个《西西公主》本人 她的生日正好是12月24日的平安夜 这就更让这部童话般的电影 成了最应景的圣诞影片了 以《西西公主》为题材的电影 在欧洲和美国都拍了很多的不同的版本 但是始终都无法超越1955年的这个版本 就在两年前2021年 德国还制作了一个《西西公主》的迷你剧集 这个德国版的《西西公主》这个迷你剧 一开场15岁的西西公主 不是穿梭在林间的欢快的小鹿 也没有在马背上驰骋的萨爽英姿 而是一个在镜子前面 执着于探索自己身体的 零零后的大学生 这个剧中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很多现代元素 让观众非常的不买账 收视率是一路狂跌 1955年版的《西西公主》三部曲之所以如此的成功 有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演员的气质非常的贴合 《西西公主》给人们的印象 这就要说到片中《西西公主》的扮演者 奥地利女演员罗密·施奈德 他略带野性的气质 单纯无辜的眼神 可爱娇美的容貌 纯真自然的演技 一出场就让观众认定 他就是西西公主 施奈德出生在一个演员世家 他的祖母爸爸妈妈都是演员 小施奈德出生了三周之后 全家便从维也纳搬到了著名的 国王湖畔的乡间别墅生活 国王湖靠近萨尔斯堡 在11岁上中学之前 施奈德都在风光如画 充满了田园风光的乡间别墅中长大 这段经历和西西公主 出嫁前的生活非常的相似 1949年 施奈德进入到萨尔斯堡附近的 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就读中学 上学期间 他对戏剧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估计也有家传的因素 经常出现在学校的戏剧演出中 1952年 14岁的施奈德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由我来决定 我想马上成为演员 每当我看到一部好电影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肯定要成为一名演员的 15岁的时候 职业演员出身的母亲 就正式带她出道了 到了1955年 著名的编剧梅里斯加卡 开始筹备拍摄《七夕公主》三部曲 当她看到施奈德的时候 梅里斯加卡一眼就相中了 这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子 这个角色令17岁的罗密施奈德 一举成名 成了当时欧洲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 刚才说过 施奈德的母亲叫做 玛格达施奈德 她也是一名颇有名气的女演员 在这个二战期间 她还是希特勒的座上宾 当时希特勒曾经宣称 说玛格达施奈德 是我最喜欢的女演员之一 因此二战结束以后 她就基本上接不到什么演出了 因为她清纳粹 到了1955年 当梅里斯加卡相中 罗密施奈德 让她演出《七夕公主》的时候 同时她也提议 由罗密的母亲玛格达 来扮演片中《七夕公主》的母亲 叫做鲁多维卡公主 当时玛格达就知道 这个角色将挽救她的演艺事业 那么在第一部电影大获成功之后 考虑到母亲的感受 包括母亲的事业 所以孝顺的罗密施奈德 又答应继续出演了 《七夕公主》的第二部和第三部 这个三部曲 但整个拍摄过程是非常痛苦 非常艰苦的 罗密经常要穿着令人窒息的礼服 带着重达6公斤的假发 每天超长时间的拍摄 以及首映期间 那个无休止的宣传活动 这一切都让她疲惫不堪 所以当导演梅里斯加卡 以百万美元的高片酬 因为她当时已经成名了 以这么高的片酬 邀请她在出演第四部的时候 她就断然拒绝了 太累了 一直到1972年 她在同意在 由意大利导演叫维斯康提 执导的传记电影《路德维希二世》中 再次戴上了皇冠 再次扮演西西公主 那么在这部电影中 昔日的西西公主 已经成了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了 此时演技已经炉火纯青的罗密什奈德 她所诠释的这位奥地利皇后 人物形象更加的立体丰满 举手投足间更加的成熟迷人 女王的气场更加的充盈强大 她那惊艳的容貌 深邃的眼神 似乎每个细胞都在表演 非常的令人振奋 令同框的演员黯然失色 但是《西西公主》这个角色 虽然让罗密什奈德一举成名 但是也如同诅咒一般的 让她的人生变成了一出 如西西公主般的复杂的悲剧 影片公营之后获得巨大的成功 但是这个角色所带来的巨大的荣耀 对此时刚满18岁的什奈德而言 却显得有些沉重了 她还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来迎接如此巨大的成功 太年轻了 到了1958年 20岁的罗密什奈德 与法国万人迷阿兰德龙 共同主演了法裔和拍片 叫做《克里斯汀》 两个人双双坠入爱河 每人遇见了白马王子 罗密因此移居到了法国居住 和阿兰德龙在一起居住 到了1959年 两人宣布订婚 但是这段感情最终已失败收场 两个人的热恋在五年之后 黯然画上了句号 在分手之后 两个人依然是好朋友 到1982年 43岁的罗密突然相消欲语 阿兰德龙放下一切工作 跑前跑后的忙着安排他的葬礼 阿兰德龙曾经说过 罗密什奈德是他一生的挚爱 说到阿兰德龙 很多上年级的朋友一定知道他 他是整个20世纪60到80年代 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之一 到现在依然是帅哥的代名词 1979年 中国引进了由他主演的佐罗正部电影 在中国造成了轰动 一世间是万人空巷 我小时候我也看过 从小立志就要做演员的罗密什奈德 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他获得过德国电影金像奖 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 还有法国电影凯撒奖 以及意大利电影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 法国记者叫做莫诺 于1984年发起成立了 叫罗密什奈德奖 这是一个专门鼓励新进女演员的 法国电影界的知名奖项之一 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 西西公主的成功 和当时上海意志片场的几位著名的 配音演员的经典演艺是分不开的 在那段岁月里面 上一场的几位配音演员 为当时的中国观众 贡献了极为经典的配音作品 你叫丁建华 他以这种动听悦耳的 明媚浪漫的少女声线而著名 他为西西公主配了音 让天真烂漫 无忧无虑的公主形象 立刻就立体了起来 他的每一句经典台词 都深深的注尽了岁月底 而由诗戎配音的弗朗斯皇帝 就是他的丈夫 声线明亮 温暖 切兼具高贵 非常贴合中国观众对白马王子的想象 另一位是我非常喜欢的配音员 叫做童自荣 他就是给佐罗配音的那个演员 他以潇洒漂亮 而且华丽的嗓音而闻名 他的配音让西西公主中 那个懵懂滑稽 死心塌地暗恋着西西公主的 伯克尔上校栩栩如生了起来 给苏菲皇太后配音的是叫曹雷 他把一个高冷跋扈又不失悲悯的女强人的形象刻画的是入目三分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作为奥地利皇后的这个西西公主 她的美貌和魅力征服了整个欧洲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皇后 而在后世的文学电影和戏剧中 他却总被描述成一个在追求自由和宫廷禁锢之间徘徊的悲剧人物 那么历史的真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他和他的丈夫奥地利皇后皇帝之间 真的是互相背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吗 他真的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吗 那么这些问题我将在下集节目中为您揭开历史的面上 好 电影画百音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